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知道啊 在人类社会中 女性要能够穿起铠甲举起剑跟盾 在战场上独当一面的故事是比较少见的 这点在神界也是一样 而女武神就是这般难能可贵的存在 虽然她们的身份地位不如奥丁跟索尔 但就知名度跟存在感来说 女武神可能是北欧神话里面最厉害的存在哦 在现代的大众文化中 也有不少以瓦尔基利来命名的事物 或是以女武神为题材的故事 深得大家喜爱 究竟女武神在北欧神话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她真的和电影雷神所有里面的女武神一样 骁勇善战吗 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聊聊美貌与战力兼具的女武神吧 女武神又称为瓦尔基利 是北欧神话中在战场上挑选战死英灵的女神 常见的Valkyrie是英文的写法 而古诺尔斯语的写法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念起来的音比较接近德语发音 瓦尔基利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贪食尸体者 到了后来渐渐演变成挑选死者的人 此外呢 美丽又勇敢的瓦尔基利 往往会成为人类英雄的恋人 也会把他们导向残酷的命运 瓦尔基利这个词 也出现在二战时期 纳粹德国一场刺杀希特勒行动中 因而广为人知 有部2008年的电影 特别翻拍了这次事件 是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 行动代号华尔基利亚 我觉得蛮刺激好看的 推荐给大家 先给大家一个基本观念 那就是 北欧神话的女武神不止一位哦 实际上数量有多少 根据各种诗歌传说的记录 并不固定 已知最少有三位 最多有16位的 比较普遍的说法 是根据理查华格纳歌剧 尼伯隆根的指环中 所设定的9位 虽然说是女神 但不是所有的 瓦尔基利都来自阿萨神族哦 女武神的出生有好几种 第一种是阿萨神族的一员 例如说奥丁的女儿 第二种是巨人族之女 第三种是人类国王的女儿 拥有王家血脉的公主 第四种则是发誓侍奥丁 而被诸神选中 升格为神的处女 严格来说 后面两种属于 半人半神的层级 不管女武神的出生来自哪里 她们都是奥丁底下最忠诚的侍女 也是奥丁在军事行动上 最得力的助手 在不同的北欧神话作品中 除了人数不同以外 就连谁是女武神的领导者 也有多种版本 有人认为是掌管爱情死亡跟魔法的 风老女神弗雷亚 也有人认为是命运三女神里面 年纪最小掌管未来的失扣地 而文学创作中通常是将赐予胜利的女神 昔格德利法是为领袖 传说中 这个昔格德利法曾经违背过奥丁的旨意 把某一场战争的胜利 赐给了奥丁希望落败的一方 结果遭到奥丁的诅咒陷入长眠 之后有不少以北欧神话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就以昔格德利法的传说为原型 融合了西元6-7世纪 昔格德奥斯特拉西亚公主的名字 也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布伦希尔德 女武神最普遍的形象就是战士 头上戴着一翼羽毛或翅膀装饰的金盔或银盔 身穿血红色的紧身战袍 左手拿着单手剑或长枪 右手拿着盾 骑着俊美金石的飞马 不过女武神的坐骑未必全部都是马 在古艾达的记载里面 也有骑着狼出战的瓦尔基利 除了战士形象 在某些时候 女武神也会卸下身上的盔甲降临人间 例如说古艾达的《沃兰德之歌》中 就有三位女武神身穿天鹅羽衣 变身成天鹅降临人间的故事 北欧人认为 女武神是雾与云的人格化 而他们的战马虫毛 据说在奔驰的过程中 能够落下双羽鹿 因为对人类的世界有帮助 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 在北欧 夜晚的极光 被认为是女武神骑着战马 在夜空中奔驰时 身上铠甲所发出的闪耀光芒 如果天空中出现红色的极光 就代表女武神正在执行任务 是把死者引导到 英宁殿的过程中 鲜血在空中飘散导致的 很多人会直觉认为 女武神瓦尔吉利就跟索尔一样 是代替阿萨神族四处争战的战士 事实上并非如此 女武神虽然战斗力高强 但基本上他们不主动出击 而是防守神之国阿斯加的坚强战力 以常见的RPG职业来说 他们属于攻击力中上 但防御力极高的圣骑士 在神之国和平宁静时 女武神通常在干嘛呢? 答案是 帮大老板奥丁处理战场上的事物 如果要讲女武神的日常工作 就一定要提一个 北欧神话的核心概念 命运 传说在巨人国约顿海姆的国境 有一口名叫 求知若可的奥丁 用他一只右眼作为代价 换取了一口智慧之拳 从而获得了无上的智力 智力点到破表的奥丁 也顺势获得了新的天赋 欲知未来 遇见了巨人族跟阿萨神族 无可避免的最终决战 诸神的黄昏 为了应对某天必将到来的终极决战 奥丁必须尽早训练大量优秀的战士 才有足够力量跟巨人族决一死战 这些战士要从哪里来呢 答案是 从地上战死了的人类士兵中 挑选英勇的亡灵成为诸神黄昏的预备军 但身为阿斯加的CEO 奥丁是很忙的 所以这个人资的工作 就交到了女武神的手上 在一些北欧诗歌中 女武神拥有裁决命运的力量 他们会用一台外表有点可怕的纺织机 来编织人类命运的轨机 决定战争的实际胜败 所以每当人间爆发战争 奥丁就会召集女武神 告诉他们眼前的战争 哪一边该要胜利 哪一些战士应该要去死 接着 女武神就要设法使战争的结果 如同奥丁的指示顺利发展 过程中 女武神也必须仔细评判 人类战士死前的表现 毕竟 神之国只收精英 不收垃圾 锁定人才之后 女武神就会在战场上 赐予这些实则美妙的一吻 然后把这些英灵 引导到奥丁的宅邸 英灵殿瓦尔哈拉 除了在陆地战场上 挑选勇敢的战死者 瓦尔基利也会到海上 从沉默的维金龙船里 挑选将死的勇敢维金人 据说 维金人只要看见 瓦尔基利站在船尾的顶端 便知道 自己将要被掩染到神之国 这时候 不怕死的维金人 就会狂欢尖叫 准备迎接 梦寐以求的光荣 根据古艾达记载 英灵殿高雅华丽 美轮美奂 女武神将被选中的灵魂 带到英灵殿之后 会用最美味的肉 跟最棒的羊奶蜜酒 来款待英灵 不只如此 每一次的送餐 女武神都会脱下战袍 换上雪白的长衣 露出美丽的香煎壁堡 大大提振英灵们的士气 等到这些英灵们 吃饱喝足之后 就让他们在英灵殿里面 日以继夜地训练自己的战斗技巧 为神之国的命运奋战 简单来说 女武神的日常任务 就是当女仆 照顾英灵们的生活起居 然后在英灵们享乐时 担任美丽温柔又忙碌的服务生 英灵殿充实的生活 可以说是每个勇敢的 北欧战士与维京勇士 最期盼与向往的死后生活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维京人跟北欧民族 特别飘悍了吧 他们的武勇背后 有很强烈的推力啊 前面有提到 女武神的人数 少则三人 多则十六人 画面上帮大家列出 曾经出现在 冰岛神话文学里面的 女武神名字 这边如果你仔细看 会发现 女武神的名字 大多跟武器装备 战争 还有军队等词汇有关 直接反映出 女武神在战场上的形象 近年来的研究也发现 这些女武神的名字 很可能不是专指单独的个体 而是用来说明 女武神当下的职责 也就是说 一位女武神 会因为她所处的场景差异 而有不同的称呼 众多女武神里面 如果要说哪一位最有名 那肯定就是布伦希尔德了 在北欧神话散文史诗 沃尔松格萨迦当中 他而完成图隆伟业的英雄 齐格鲁 相似相恋的故事 还成为后来德国英雄叙事师 尼伯隆根之歌 以及歌剧 尼伯隆根的指环中的故事原型 这边我就以年代比较早 13世纪的沃尔松格萨迦的内容为主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位最有名的女武神 布伦希尔德原本是 阿斯加的女武神 刚刚我说 女武神的一个主要任务 就是要让人间战士的胜败 顺着奥丁的意志走 再从战死的亡灵中 挑选出英勇的精英 收编到我的英灵学院 不过某一次 布伦希尔德没有按照奥丁的意思去做 帮助了原本该战败的一方 区区一个女武神 居然敢违抗诸神之父 用肚脐想要知道奥丁会勃然大怒 一气之下 奥丁就把布伦希尔德贬为人类 并囚禁在西恩达尔高山上的一座城堡中 精通魔法的奥丁 对布伦希尔德施以诅咒 让他陷入永久的沉睡 并让烈焰吞噬整座城堡 直到有人可以成功将他救出 取他为妻 诅咒才会完全解除 不知道过了多久 人类的战士之王 屠龙英雄齐格鲁 收到小鸟的小道消息 提着他的爱马格拉尼到了这座城堡 冲破烈焰一探就近 想不到抵达城堡中央后 居然发现正在沉睡的布伦希尔德 齐格鲁小心翼翠摘掉布伦希尔德的头盔 没想到眼前这位女性的美貌 惊为天人 美到齐格鲁倒吸一口气 接着 齐格鲁就用他的魔剑格拉姆 轻轻化开了他的铠甲 终于唤醒了沉睡饮酒的布伦希尔德 两人也因此醉入爱河 不过后来的故事就有点曲折离奇 有版本是说 齐格鲁向布伦希尔德求婚 但后来齐格鲁被骗 喝下了失去记忆的酒 转而跟别的女人结婚 还在一些糟糕的巧合下 骗了布伦希尔德 最终让这位女武神用计杀了自己的爱人 齐格鲁迷流之际 终于回想起一切 将所有真相告诉布伦希尔德后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布伦希尔德也是既痛苦又自责 跟着自尽 最终葬在自己真正至爱的恋人身边 如果这段故事跟你听过的有一些差异 也不用太意外 因为后来的尼伯龙根之歌 跟尼伯龙根的指环 对这段故事分别做了部分的融合跟改编 也导致了布伦希尔德的身份出现不同版本 有说是奥丁的女儿 也有说是人类国王的女儿 有认为布伦希尔德跟胜利赐予者 希格德立法是同一个人 也有人认为布伦希尔德根本不是女武神 总之为了不让大家搞混 我这边还是偏好用比较多人赞同的说法 认为布伦希尔德就是瓦尔基利的一员 至于说她是不是神族出身 是不是奥丁的女儿 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的事了 女武神一词被广泛运用在近现代文化中 前面有说 历史上纳粹德国一场希特勒暗杀行动 就用瓦尔基利当作代称 另外像是冷战时期的美国空军 就引发过女武神轰炸机 英国的豪华跑车以及大型休旅车制造商 奥斯顿马丁也生产过混合动力跑车 也取名叫做女武神 至于动画游戏跟电影的部分就琳琅满目了 动画的部分 极黑的布伦希尔德这部作品 虽然是借用瓦尔基利的名称跟部分设定 并不是真的在讲神话里面的女武神故事 但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算是暗黑奇幻与猎奇风格的佳作 游戏的话我大力推荐战场女武神系列 是战场类回合制策略游戏的佳作 一代出在PS3上 还有改编成动画非常经典 后面的几代也很推荐 女主角全都超级香 变身成瓦尔基利后 一个人就能轻松灭掉一整个军团 战车坦克什么的根本不够看 刺激又热血 其他还有像是女神战绩 战神 暗黑破坏神 FGO等等的游戏 女武神都有一定程度的戏份 其实仔细找找你就会发现 有很多作品都有女武神的踪影 不管是形象设定 还是名称的借用等等 至于漫威电影的雷神索尔3 泰莎汤普森饰演的女武神 我觉得整体的感觉就蛮接近神话里面的女武神 因为根据描述啊 女武神的龙貌出众 勇气十足 武力高强 是以魁梧身形的肉体美自豪的英勇女战士 泰莎就有把这种女武神的魅力演出来 我蛮期待她之后在雷神索尔4的表现 影片的尾声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为什么瓦尔基利会这么有名 如此受到大家的欢迎 为什么Valkyrie这个词 能够不断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呢 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 瓦尔基利代表女性男人可贵的战士形象 一种外在与内在都完美的化身 谁都喜欢武力强大又有自信的战士嘛 更别说如果要加上外貌100分的特质 人气绝对是疯狂飙升 更别说女武神又多了一层 大众对于女性形象的反差感 我这样讲并不是贬低或歧视女性哦 而是在传统父权社会的影响下 女性的地位形象不管有意或无意 的确是有被刻意打压的 而瓦尔基利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 告诉大家女性不一定就很焦落 女性的物理战力也可以很强大 以及女性的美貌身材智慧与力量是可以兼具的 这也是我非常爱女武神的地方 虽然神话里瓦尔基利仍然不脱古老父权社会的框架 外貌与战力都很优秀的女武神 还是得听令奥丁这位男性大家长的命令 但也因为这样表里双修忠诚又尽责的女武神 才更受到大家的尊敬与喜爱 而用瓦尔基利来命名某些人事物的代称 也是在凸显女武神这种完美动人的特质 各位观众朋友 你对于北欧神话的女武神故事有什么想法呢 女武神吸引你的地方又是什么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想要听更多奇幻神话的故事 记得要订阅频道 多多分享影片也是很大的帮助哦 我们下次见 好啦 这起事件就说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故事 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你的订阅按赞与留言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甚至我还要跟大家分享更多悬疑怪奇的事件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